大家好,历史上很少有国家不要自己的领土 大多数国家都是寸度必争,马来西亚却是例外 1965年,新加坡就被它踢出了局 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它们却弃之如碧驴呢? 让我们回顾历史 经过了英国、日本等国家的长期殖民 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纷纷争取独立 1963年,独立后的马来亚、沙巴、沙拉越、新加坡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 短短的两年之后,1965年,新加坡却被踢出了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奋行的是马来人至上主义原则 而新加坡的领导人李光耀,致力于争取种族权利平等 他呼吁,马来西亚应该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而不仅仅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这一呼吁,激怒了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想到了哪个策略 要么,把新加坡的领导人抓起来 要么,把新加坡踢出去 后来他们选择了后一种 那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会是马来人至上主义呢? 我们来说一下马来西亚人的人口组成 他们的人口组成主要有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族裔 马来西亚的华人 主要是20世纪初期新政府风雨飘摇的时候迫于生计 以卖租债的形式被迫来到南洋打工的人 他们的身份认同仍旧是中国人 希望老了之后回到中国 所以他们没有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1955年马来亚独立前夕的民主选举中 他们投票率非常之低 马来人却截然相反 所以导致后来很多的政策都偏向于马来人 国会中的席位也都被马来人占据着 而且由于华人 聪明 勤奋 重视教育 又有经商头脑 这给当地的马来人造成了很强的压力 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所以他们都很抱团 而相比之下 华人社团却很松散 这样就导致在马来西亚 想要推出佐诺平等 有何等的艰难 新加坡被踢除局 也就不奇怪了